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大秦县 重载五长龙 他苦练技术 以铁的担当 在大秦铁路上27年如一日默默奉献 亲历了中国重载列车从6000吨 21000吨到31000吨的历史跨越 他驾驶4公里长列车 人机合一 精准稻米 总结的2万吨精准操纵法 填补了技术空白 用执着为我国重载铁路发展 留下光辉印记 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 包括敬业 精益 专注 创新等方面的内容 敬业 敬业是从业者基于对职业的敬畏和热爱 而产生的一种全身心投入的 认认真真 尽职尽责的职业精神状态 中华民族历来有敬业乐群 忠于职守的传统 敬业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也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基本要求之一 精益 精益就是精益求精 是从业者对每件产品 每道工序都宁神俱立 精益求精 追求精致的职业品质 所谓精益求精 是指已经做得很好了 还要求做得更好 即使做一颗螺丝钉 也要做到最好 瑞士手表得以玉满天下 畅销世界 成为经典 靠的就是制表将们 对每一个零件 每一道工序 每一块手表 都精心打磨 专心雕琢的精益精神 专注 专注就是内心笃定 而着眼于细节的耐心 执着 坚持的精神 这是一切大国工匠 所必须具备的精神特质 从中外实践经验来看 工匠精神都意味着一种执着 即一种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 与任性 德国除了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奔驰 宝马 奥迪 西门子等知名品牌之外 还有数以千计 普通消费者 没有听说过的中小企业 他们大部分 数业有专攻 一旦选定行业 就一门心思扎根下去 心无旁骛 在一个细分产品上 不断积累优势 在各自领域成为领头羊 工匠精神 强调执着 坚持 专注 甚至是陶醉 痴迷 但绝不等同于 英雄守旧 拘泥一格的降起 其中 包括着追求突破 追求革新的创新内运 这意味着 工匠必须把降新 融入生产的每个环节 既要对职业有敬畏 对质量够精准 又要富有追求突破 追求革新的创新活力 事实上 古往今来 热衷于创新和发明的工匠们 一直是世界科技进步的 重要推动力量 好了 今天一起学习了工匠精神的内涵 那本次课程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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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明 感谢观看